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先吃点东西吧 谢谢师父 对了 师父 温叔呢 你先吃 他就在外面 我去找他 原来我还不借我 一战战的天使 阿絮 阿絮 我是個惡人吧 心地向善 便不算惡人 只許你算計別人 被別人算計一遭 然後就這副要死要活的樣子 沒出息 還不如我那徒弟呢 我這次算是栽大了 幸災樂禍地去看別人的戲 沒想到 自己也是戲台上的一員 你說 我這算不算聰明反被聰明悟啊 你可真會往自己臉上貼金 你這叫蠢財反被蠢財物 周大人 你聰明 你看明白了 這局環環相扣 一定有個幕後之人扯動千機 甚至不止一個 我一時之間 還看不出這個人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難道不是為了琉璃甲 不止 無論如何 這次高崇身敗名裂 五湖盟也一蹶不振了 未必 相較於高崇 不如 趙敬在關鍵時刻以退為計 半豬吃老虎 把自己撇得乾乾淨淨 我記得在天窗卷宗裡 趙敬除了有個綽號 叫賽孟長 還有一個 便叫趙玄德 當時並沒有在意 現在回想起來 他這招 哭哭啼啼以德服人的造作表現 可真是堪稱一絕呀 趙玄德 誰起的 可真夠壞的 都快趕上你了 我壞 溫大善人 我可對你留著情面了 是嗎 我怎麼不知道 真相難得不局不易 一個人再怎麼挖空心思 步步為營地搭建平衡之道 人算 終究逃不過天算 要破掉一個精密的局 太容易了 有可能因為一時間的人心向背 也有可能 因為一場雨 再深沉的局 也會有破局的一天 只要耐心地抽絲剝繭 最後 總會找到那個破局之人 所以真正完美之局 依視而動 時刻變幻 控局者需要做的 便是看準方向 給予那麼事實的一推 人心難測 人性卻易測 貪欲無疾 人知本性 這是世間顛撲不破的真相 老溫 你不要再以為自己能夠看透人性了 先是安吉四賢 後是高崇 你錯得還不夠多嗎 一味的偏執 誤得只會是自己 人性固然有貪欲掙扎 那又何嘗沒有心結高義呢 你到底想要什麼 我說了 你幫我嗎 你說了 我才能夠幫你 我要 我要不屬於這世間的痴魅亡良 都滾回他們的十八層地獄去